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这次俄欧战争中 我们看到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标枪 N-Law这些第三代反坦克导弹大显身手 击毁了上前辆俄军的坦克和装甲车 在新式反坦克导弹面前 坦克只能束手待毙吗 还是有什么防御方法 今天我就来谈谈坦克防御的话题 坦克和装甲车辆不但能打人 也要能挨打才行 作为主战坦克 防护力是必须追求的 除了要防各种炮弹和导弹 还要防核生化武器的攻击 前者需要装甲 后者需要过滤系统 坦克的防护力中最重要的就是装甲 目前坦克装甲主要分三种 均指装甲 符合装甲和反应装甲 均指装甲就是用单一材料 制成的装甲 最常见的就是钢 70年代以前的坦克 几乎没有例外 都是用均指钢做装甲的 随着反坦克炮弹 导弹和火箭弹的威力不断增加 坦克的装甲就不断加厚 但这会增加重量 减少机动能力 虽然发动机功率也在不断增加 但这终究有个限度 人们就不断寻找重量轻 而防护能力更强的装甲 解决办法是 一是装甲要有一定的倾斜角度 这样能明显增加防护能力 再有就是用不同材料 做成的多层装甲 也能明显抵消破甲弹药的威力 这种用多层不同材料 做成的装甲就被称为复合装甲 通常都选择密度差异很大 或者是化学性质差异很大的材料 复合装甲所用的材料很多 有的是金属 有的是非金属 苏联最早把它运用到T72坦克装甲上 是均纸钢板中间夹入一层玻璃钢层牙板材料的复合装甲 而西方最常用的复合材料是钢中间夹陶瓷 虽然复合装甲的防护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但制造工艺复杂 价格比较高 于是又出现了反应装甲 对于反坦克火箭弹和破甲弹有较好的防护力 价格也比较便宜 很多俄制坦克的正前面和炮塔四周 有排列非常整齐的小方块装甲 那就是里面装了惰性炸药的反应装甲 爆炸反应装甲在两层缸中间安装惰性炸药 惰性炸药对小的冲击 例如子弹和小口径炮弹不会做出反应 但是遇到反装甲武器的射流等巨大冲击时就会爆炸 爆炸的冲击波是向外的 这就抵消了反装甲武器的冲击力道 为了能更好的防御穿甲武器 坦克都混合使用复合装甲和反应装甲 导致坦克越来越重